健康2.0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我們過去常開玩笑說 看醫師有三長 兩短 哪三長呢 以前掛號時間長 後整時間長 再來就是等要的時間也很長 兩短就是看整時間好短 好不容易等了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輪到我進去了 三分鐘就出來了 另外真的是讓人為之氣短 就這兩短 好 所以我們要告訴你了 如果真的要去找醫師的話 門診你可能只有黃金5分鐘 有哪些話你一定要跟醫師說的 醫師有問如果你不說隱瞞的話 可能還會有致命危機呢 我們今天請到的來賓 包括外科醫師張坤俊 大家好 再來是台安醫院公共事務部的 小豬姐 大家好 小豬姐她是資深護理師 謝彩玉 接下來是嘉義科的劉燕姿 大家好 媒體人楊皓如 嗨 大家好 還有楊宇妮 大家好 我們剛剛提到說隱瞞病情 你之前看到的電影剛好這樣 對… 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 有一個電影是傑克尼克遜的 愛你在心也難開 它裡面是一個娛樂界的大亨 它演一個娛樂界的大亨 娛樂界的大亨就是有權有勢 面子也很重要 所以她一次因為生病 然後送醫院急診的時候 急診室的醫生就來問她 說我們現在因為要給你注射點滴 要幫你做一些治療 請問一下 你曾經有沒有服用過什麼其他的藥物 什麼威兒缸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這位娛樂界的大亨 因為面子要緊 我是拜託幾歲 六七十歲 好像一條外癮 我怎麼可能服用威兒缸 所以她當然說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很健康 我什麼藥物都沒有服用 然後醫生就幫她注射點滴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只有淡淡的跟她說 那沒有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這個點滴當中 還有這個消化甘油 我們是怕它如果混合到威兒缸的作用 可能會造成致命的危險 然後你知道這就是娛樂界大亨 捷克你會去馬上就 把點滴拔出來 對 那做這個動作 它就是自己打臉 有嘛 代表心虛 趕快要怕死 所以會致命的 真的 這兩個東西加在一起 真不行啊 是真的不行 因為主要他們都會降血壓 因為威兒缸 剛開始拿來是在治療高血壓的 其實勃起是它的副作用 只是後來發現大家勃起非常的 這個效果非常好 所以現在反而被治療養 反而副作用低血壓 但是如果消化甘油本身也是 會放鬆血管的東西嘛 所以兩個如果加在一起的話 你周圍的血管過量太厲害 其實心臟血管就會變少了 有時候會低血壓太厲害 所以其實不只是消化甘油 所有會降血壓的藥 跟威兒缸一起吃都很危險 所以有些事一定不能對醫師隱瞞 哪一些事你沒有跟醫師講清楚 你可能自己可能危機很大呢 第一個我們來看 有性或大小便方面的問題 不敢講 這就是所謂的三批嘛對不對 在一屆叫三批嗎 這節目的話題好開放 第一次來嚇到我 來 嘉醫師跟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他一般被稱作三批 第一個批就是所謂批 就是小便的意思 所以通常小便有問題 有一些比較保守的人 他就不想要跟你講 第二個就是講批 是尿失禁嗎 類似這樣子 或者是說小便比如變顏色什麼 或是他覺得尿道 感覺像他 其實尿道他比較敢講 就是他怕像看起來像性病的時候 他有時候就會稍微有點癮 他就不會講 另外就是批就是大便的問題 有些人他不是很願意跟你講他便秘 或是他大便出來顏色很奇怪 他會不願意講 他就會覺得有點排斥 另外就是破裂這個東西 就是所謂性的問題 就是我們常常有時候會問病人說 你最近有沒有一些性行為 可是有時候病人年紀太小的時候 我們問的時候 病人也會明明就是有 他也會不敢說 所以這三個大部分人 就會回答得很含糊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不大會相信 就是我們問到這三點 病人說沒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存 我們有時候會自己去驗 對 我們有病人有驗過 那個十八歲的小妹妹 我們就覺得他怪怪的 我就說你有沒有懷孕 他說他沒有 他說他沒有過性行為 就我們幫他驗孕 你就一驗就真的懷孕 對啊 他就是不講 對 也沒辦法 所以那個有媽媽陪同 真的很難講 我就記得我們念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是2000年大學畢業的 你想在2000年之前 民風還是有點保守 就是半開不開的民風 就是你可以知道 就是大學生 大家可以知道 你跟男友同居了 但是你問他說 你跟你男友有發生關係 沒有... 我們其實我們就只是住在一起 就是血兒防夫而已 我們就是血兒防夫這樣子 然後大家不會承認有發生關係 可是那時候我們班上有好多女生 你知道嗎 就是會跑去看皮膚科 然後就跟皮膚科醫生說 醫生 你看我都常常長痘痘 你可不可以開那個皮膚藥給我吃 然後醫生就說 不會啊 你皮膚很好 很光滑 我說沒有... 醫生我只是今天來看你的時候 剛好皮膚 比較光滑 對 剛好比較光滑 沒有長痘痘 不然的話我之前啊 前一個禮拜都一直冒大痘痘 所以我想要吃可以治療皮膚的 皮膚藥 還要用吃的 然後醫生就說 可是你不用啊 看起來不像啊 然後就說不行不行 然後後來最後凹到最後 他才跟醫師說 沒有 醫生因為我聽說 皮膚藥可以有避孕的效果 我想 他說 所以他說我想 其實我是想拿避孕藥 然後皮膚科就 我們大學城旁邊那些皮膚科的醫生 生意都特別好 對 因為那時候你不好意思 因為男生有時候 那時候大學男生血氣方剛的 他如果不願意 就是有安全性行為的話 通常女生要自己負責任 那你說女生怎麼好意思 走到大學城的Savion 去買保險套 女生根本不敢 那時候連尿道炎 只是水喝的少 或是天氣熱感染 我們同學都會懷疑說 你該不會是 跟你男朋友有發生關係 好八卦喔 就是不清潔吧這樣 我們說沒有... 所以那時候就是有一點 就半保守這樣 是啊 因為其實有些女生啊 其實現在避孕藥在藥房也買得到 但有些女生還是不好意思去買 那避孕藥因為它有時候 它是含一些雌濟素 所以它當然相對 會對皮膚有一些治痘痘的 我們覺得它是一個副作用 但是它是一個好的副作用這樣子 所以確實會看到一些女生來 然後會說我想要治痘痘 但是其實是想要避孕藥 是不是有錯 有沒有遇過有人隱瞞了3P的問題 結果有大問題出現的 對啊 就其實像除了說年輕女孩子之外 有些中年婦女的婦女朋友們 他們對於這種小便的問題 也都不好意思講 或者是說子宮有些什麼問題 陰道有些問題 他們都不太好意思講 他們甚至一輩子都沒有做過抹片 那像之前有一個老男男 他一直在我這裡看高血壓 那他原來就是說 就是本來都好好的 但是最近我就突然聞到他身上 會有一點點那種尿騷的味道 那他就不好意思他一直都不講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怪 後來就是過了 就是再過了幾個月之後 他就說他覺得他 他真的不得不講了 因為他說他那個子宮 那個陰部的地方突出一塊東西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一看 發現他是膀胱脫垂了 所以他其實因為他 以前的那個婦女朋友們生很多 所以他的骨盆底肌肉都會比較鬆弛 那骨盆底肌肉鬆弛的話 一開始他會以那種就是平尿 或漏尿來表現 那這些老人家通常都不好意思講 那他如果沒有講的話 會導致什麼嚴重的問題 通常沒有講的話 其實他就是會這樣滴滴到 所以他有時候就要保尿布 這個後來放到比較嚴重 是他有膀胱脫穿 後來必須要去開刀 對 就把他再放回去這樣子 再來就是不知道醫師有沒有遇過 有遇到吸食禁藥 尤其現在毒品這麼嚴重 煙啊 酒啊 看到醫師也講都不敢講 結果這個耽誤病情 其實這個真的還 這種就真的還蠻多的 就是他自己去外面買一些藥 有些藥的東西 他就不想跟人家講 他有在吃這種藥 其實這次我就遇到一個病人 他自己的被他帶來壓過來 他帶來壓過來的時候 是因為他最近小便都變得很黃 所以看很明顯 連外面都看得出來他有黃膽 他自己也覺得很累 所以他帶來就帶過來 他以為他是B型肝炎還是C型肝炎 結果我們幫他驗通通都沒有 所以也沒有喝酒 什麼都看不到 隔了兩個禮拜 之後他肝功能是越來越差 所以我就問他說 那你最近有沒有去哪個國家玩還是幹嘛 有沒有在吃什麼特別的東西 因為我們查的東西 病毒感染通通都沒有 我問他吃什麼也太多 通通都沒有吃 最近也沒有感冒 因為有人會因為很奇怪的病毒 突然間肝炎發作 會 但是他全部都沒有 他說這禮拜好 很就是很奇怪 隔光已經在變差 我準備第四個禮拜 我準備要讓他住院 因為我覺得很怪 太奇怪 我說準備要幫他做肝臟切片 我要去找原因 因為我實在找不到 為什麼他肝臟會這麼差 結果第四個禮拜 他就自己變好了 為什麼 對 但是第四個禮拜 他太太沒有來 他就變好了 後來他就很小時候跟我講 醫生 其實沒有 是我上禮拜聽你講說 有時候吃一些外面很奇怪的藥有沒有 也會造成肝功能異常 所以我把我在泰國買的減肥藥停掉了 對 他其實一直以來都在吃減肥藥 吃到肝功能異常 對 但是中間我一直問他說 有沒有在吃其他藥 他也都跟我說沒有 只是他心裡面 他心裡面其實有聽進去 他心裡有抵 對 他心裡有抵 因為肝功能越來越差 他害怕 他就自己停掉 我就說那你那時候為什麼不講 他說他不想讓他太太知道 他就在吃減肥藥 因為他太太常常笑他胖 他太太常常笑他胖他很不爽 他想說他想自己剪下來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也是一個人 他也是年輕女性 他是因為盲腸炎來開刀 其實很多病人來的時候 他會希望他的家屬 病人本身還好 他的家屬會希望他一次 把所有問題都解決掉 那病人來看盲腸炎 他的媽媽就跟我講說 我女兒很怪 最近這幾個月 小便一天都十幾次 二十幾次 他說他女兒還不成 他說哪有 哪有這麼多次 你都亂講 他說哪有 你常常半夜都還要起來 有時候尿都還濕 很奇怪 他說你是不是有問題 他就問我說他女兒是不是有問題 他女兒就一直不肯承認 後來有一天我就趁他媽媽不在的時候 我就問他 我就說其實你眼光看起來黑黑的 整個看起來就是很消瘦的感覺 我就說你是不是有吸毒 我就直接問他 我說你是不是有吸毒 要不然我幫你驗一下 對 我就直接跟他講 我說這個不大對 我們請那個米娜跟醫師 幫你看一下膀胱好不好 後來他就自己就承認了 他就承認了 因為他知道你要驗了嘛 對 他知道我要驗了 我就是要講你不讓我知道的話 我也是要檢查 而且我可能還會通報 那可以幫他不要告訴他媽媽嗎 他都是這樣講這一句話 但是我們最後還是會稍微透露給他媽媽 因為這個嚴重 吸毒的問題 我們很難去幫他那個 萬一最後真的怎麼樣了 這個我們很難去負擔這個責任 而且其實像我們在臨床上面 也會看到有一些 他是在吃保健食品不敢說 我覺得現在很多患者 都會覺得我們吸醫不喜歡 就是患者吃保健食品或中藥 所以他們來通常都會隱瞞我們這樣子 那這個也會有一點問題 像我之前有一個患者 他是在吃高血脂的藥 那其實他每次來我一定會問他說 你有沒有在吃保健食品 他都會跟我說沒有 他沒有在吃 結果也是一樣 就來看到就是也是眼睛變黃了 感覺怪怪的 然後他也會說他肌肉就是很痠痛 那時候我們就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那個高血脂藥物的關係 幫他換一個比較不會有副作用的藥 結果還是一樣 那後來就是再幫他驗 確實他的肌肉酵素就很高 那我就跟他 就是這個再問他 我就說你一定要跟我說 你是不是自己有在吃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說 對 他自己有在吃紅麴的保健食品 所以這邊真的要跟觀眾朋友說 如果你本身是有在吃紅麴 本來就有在吃 可是有一天你開始吃高血脂的藥 你紅麴類的保健食品一定要停掉 不然他交互作用之下 很容易產生一些肌炎 或者是肝臟發炎的副作用 之前我們有個變態也是這樣子 他是心臟病 我們心臟內科的醫師 就開阿斯敏給他吃 再開一點抗磷劑給他吃 因為怕他隨時會有血酸跑出來 因為他中風過一次 結果病人開給他吃之後 兩個禮拜之後 病人被送到精神室是腦大量出血 他說他就覺得很奇怪 他開的藥明明就沒有過量 為什麼造成他大出血 後來去問 把那個病人拿藥全部拿出來看 把保健食品全部拿出來 原來病人還有在吃銀杏跟魚油 我們都有在吃 對 這些東西 對 那時候內科醫師覺得很冤枉 他說他已經有問過病人說 他有沒有吃這些東西 有沒有吃一些特別的藥物 但對病人而言那個不是藥 所以你有在吃銀杏 你有在吃魚油 其實都要跟我們講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有在吃一些中藥 也一定要講 很多人不喜歡跟西醫講說 你有在吃中藥 可是有一些中藥 它跟西醫藥之間會有交互作用 所以你跟我們說 我們還是會幫你避開 或者是會建議你要怎麼吃比較安全 中藥那個副方 喔 二 三十項拿給西醫的醫生看 不是 我覺得其實應該要倒過來 應該是把我們西醫開的藥 就這樣拿去給中醫看 因為中醫每次拿過來 那個二 三十條裡面 都是寫一些中文 什麼湯啊 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真的不曉得 那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 你們寫的英文中醫 看得懂是什麼東西嗎 溝通有問 對啊 太好了 再來這一點 不知道小豬姐有沒有遇過 第三點隱瞞不敢說的就是 沒錢不好意思說 然後黃童妮醫生就是跟我講 一看照片 他就跟我說 媽媽 妳還在胃膜改嗎 然後我就說 對 他說 妳有亂吃東西對不對 被裝包了 我說沒有 還好啊 然後他就說 你有 有句話真的不要太常 對小朋友講就是 妳不乖 我要帶妳到醫院去打針 然後才有打完針 媽媽會跟小孩說 妳看護士壞壞了 對 看醫生壞壞 然後我們趕快走 趕快走 趕快看醫生 再來這一點 不知道小豬姐有沒有遇過 第三點隱瞞不敢說的就是 沒錢不好意思說 很多就是他沒錢 但是他會說 那我就暫時先不要開刀好了 我覺得他會先拒絕 因為家裡有事或是怎麼樣 那真的我們會覺得 有點怪的時候 我們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害怕這些費用 對 因為怕兒女不出這些錢 那我們就會幫他溝通 所以也是有 也是有沒錢不好意思說的 也有 沒錢不好意思說 這種事還蠻常會遇到的 就是因為當我們開口跟他講說 你這個可能需要一些自費 或怎麼樣的時候 大部分的病人會覺得 如果他不答應的話 我們好像會對他比較差一樣 所以他們大部分就會印字八 不過大部分不會很多錢 所以還好 但是我們有遇到過導過來的 之前我就遇到過一堆老夫婦來 六十幾歲 我感覺起來像他們相依為命 因為進來的時候就 兩個就這樣互相摻著 這樣走進來說要開膽結室 其實我們膽結室 有很多的自費屏幕可以用 比如說 樹中的止痛 或是樹中的止吐針 那些都可以 可是我就看他們兩個好像很 很辛苦的樣子 其實我大部分病人都會講 那兩個很辛苦的樣子 我怕我講的 對他們造成性的壓力 好像說我講的 就是要他用的意思 我就不敢講 我就說 我說沒有關係 這個手術不會太困難 而且一切都會有健保 所以你們壓力也不會太大 然後就開了 然後開完之後 好貼心的醫師 對 然後重點是 可是我們樹肉的時候 他還是會痛 我們就打我們健保的 那種二種止痛針 可是打之後 那個阿伯就一直在吐 因為那個藥有時候 會讓病人想吐 我們打的是麻伯類的 會讓病人想吐 他就一直吐 不過後來病人還是回覆得很順利 結果回悶診的時候 因為他兒子你都來了 因為來看我的時候 其實沒有看到兒女 後來回悶診那一天 兒子你都來了 還謝謝我拿很多水果 結果我看到 我看到他小朋友上面 每個都帶勞力士 我就想說早就 丁條 不是 我就想說早就好就跟他講 因為我說有時候很難從外表 那時候我覺得有點對不起他 早就好就全都幫你用 因為我不曉得你的家庭背景 就不用讓老爸爸 老媽媽 這麼辛苦了 受這麼大的辛苦了 對啊 我覺得我有點害到他 我為了要批他省錢 結果好像害到他 其實他根本就不在乎那個錢 所以倒是如果 自己有一些狀況 是可以跟醫師討論的 如果真的家庭辛苦的話 其實有一些社會救助等等 再來 隱瞞的第四個是 跟心情方面有關 一直有點消沉 鬱竹 羞羽承認 對啊 其實這個消沉鬱竹 這個心理的問題 也是很多人來看診的時候 不太喜歡說的 然後我覺得特別在我的患者裡面 比較常會這樣是中年男性 他們就是覺得自己是一家之助 然後可能在職場上也很有成就 他們覺得 我怎麼可能因為壓力 或心情的問題而有什麼狀況 但有時候問題其實就是在這邊 那之前也是有一個中年男性 他來看診 然後他來的時候 他就說他最近報仇 然後突然瘦很多 這種瘦很多 我們還是會想說會不會是癌症 他自己也怕 然後就是問了很多之後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症狀 那也是幫他做了一些 檢驗檢查之後 查不到哪裡有癌症 然後甚至一些內分泌功能 糖尿病都幫他查了 然後來來回回好多次 其實我第一次的時候就有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一些壓力 因為我們確實看到很多就是 可能鬱足 壓力 然後造成體重暴瘦的 那他就說沒有 我很好 對 然後就隱瞞 後來來回了六七次 我就說你真的沒有問題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最近在工作上面 職場上面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通常他吃不好也睡不好 本來就會暴瘦 但其實他這樣就浪費了 前面很多的醫療資源 然後也浪費了他自己很多時間 就是因為他修於承認說 他其實是有心理方面的問題 雨菱 像在演藝圈 大家光鮮亮麗 有沒有遇過一些 類似這樣子的狀況 就覺得不好意思說 或覺得我很好這樣 也會說出來 其實 沒有 這樣就很強了 其實講到那個壓力大 其實自己的老公就會這樣子 因為我老公也是娶到一個 這麼年輕 這麼美的態度 對 所以我老公曾經有一度 就是半夜都到每天半 譬如說他睡覺 睡到三點他都會起來 然後可能就睡不著 他就會起來看電視 看到五點 六點再回去睡 他剛開始覺得 這是非常正常的 後來發現不對 他就變成習慣 就是連續幾個月 都是固定三點心 一定要磨磨成才能再回去睡覺 後來我就問他說到底怎麼... 後來他還有藉由酒精去... 去幫助睡眠 後來越幫助那個量會越加越大 後來我就跟他溝通 他就說其實他有的時候 工作壓力也滿大的 然後他就是比較擔心老婆 又年輕又漂亮 然後老婆的事業也越來越穩定 越來越好 其實他心裡是有一點擔心 可是當你跟他溝通 我就說你放心 其實我出來工作 就是為了幫你分擔家計 所以你不用那麼多的擔心 當你跟他溝通 把話講開之後 你發現過不了多久 他的睡眠就很正常 我覺得與你講這很好 因為其實有這一點的 家人是低官 對 接上來才是跟醫師溝通的時候 所以家人這個部分 多一點體貼 溝通 他跟醫師溝通就會更順了 再來第五個類 醫師交代的是 沒有做啦 怕被罵 對啊 我有 就是我在生第二胎的時候 坐月子中心 然後我真的是 因為我第二胎生得太開心了 一下子六分鐘就滑出來了 然後就去坐到月子中心 對 他超滑的 差點來不及生 然後我就覺得太開心了 然後就坐月子也沒什麼事 是啊 然後就復原得非常好 然後在坐月子中心 因為實在太無聊 然後每天吃那些東西 我就覺得我已經好了 就沒有什麼好保養的 然後我就去叫我老公 偷渡那個鹹酥雞 然後還有外面那個紅茶 然後跟那個chips 跟那個洋芋片 他偷渡零食進來 熱碎食物通過拿 媽 妳享受一下 然後我老師 我老公就因為 不是老師 我老公 因為他想要吃 真的在罵人嗎 這是我大的壓力 壓力真的很大 對啊 然後我老公 他偷渡進來給我 是他想說我開心 那也不要去煩他 然後我才吃了一個晚上 就是那天晚上 一邊看電視一邊吃 吃完之後 晚上餵完小孩子 最後一頓捏捏 然後把小孩放回去 隔天 我小孩子一大早起來 護理師幫他洗完澡 送回來給我看的時候 我小孩子的腋下長了大濃包 然後裡面是 那個金黃色的大濃包 在腋下非常大 然後他就開始流鼻水 可是沒有打噴嚏 他一直流鼻涕 但是流鼻涕不是青色白色的 也是金黃色的濃 是濃這樣子 然後我就整個嚇傻了 我想說怎麼回事 然後婦產科醫生一來就問我說 媽媽 你有 你在餵母奶 我說對 他說那你有亂吃什麼東西嗎 我說沒有啊... 都是月子餐的東西 你看 月子餐的東西 月子餐的東西 這是一個不能吃的食物 他說你的 譬如說你的慧音的癒合狀況 可以給我看一下嗎 也還不錯 你母奶還通暢嗎 我說很通 那你有什麼任何不舒服嗎 我說醫生沒有 我很好 我說我怎麼那麼好 但我小孩怎麼會這樣 妳那時候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我只是想說我一切都很好 現在是我小孩子的關係 然後婦產科醫生也就摸不潮頭腦 婦產科醫生說他看我的狀況 的確很OK 然後我都照著月子中心的規定在走 他說那我建議 你去給小兒科的專科看 他說那你還是要帶出去 讓他看病這樣 然後我就心裡就很害怕 對啊 因為婦產科醫生看我沒事 然後最後我是 我本來是就要把那個 未滿月的陰兒 我本來就要爆出去大醫院看病 然後好險因為一直掛不到號 因為當天要馬上掛號掛不到 然後我又不曉得掛急診 然後我就先簡訊了黃崇寧醫生 然後黃崇寧醫生就是 就是跟我講 一看照片 他就跟我說 媽媽 妳還在餵母奶嗎 然後我就說 對 他說 妳有亂吃東西對不對 被抓包了 我說沒有啊 還好啊 然後他就說 你有 他說... 他太了解你了 他說你跟我講 你昨天晚上吃什麼 然後我就說沒有 我就是吃鹹酥雞還有喝一點點 我喝一口紅茶而已 但我其實是喝了一整瓶十塊 然後我就說一口紅茶 他就說 他說因為你現在是餵母乳 所以你身體裡面所有的毒素 反應在小孩子身上 都會非常的直接 然後都直接反應在他們的皮膚上面 然後所以他說 你的他的籠包就是因為你吃下去的毒 反應出來的這樣 我說那怎麼辦 看起來很恐怖 他就說沒關係 你給他一點時間 他說我猜在12小時之內就會消了 拍掉了 我說什麼 可是很大耶 他說 他就說 你等 時間會告訴你答案 沒有 我說你說 時間會告訴你答案 然後我就揪著那個心 然後就跟我老公 一直在院子中心一直等 說得也奇怪 他第二次洗澡再送進來的時候 他的籠包就消了 真的 好嚴重喔 看起來就很痛 新生兒長那個籠包是很可 媽媽會嚇死 所以你說後來就 大籠包 因為你亂吃 然後小孩馬上反應出來 停了就好了 後來還敢嗎 還有我身體裡的毒素 就包括油炸類的東西 叫做毒的東西 還有零食 但是我們吃下去好爽 心情多開心 然後一點反應都沒有 痘痘也都沒長 但沒想到在母乳裡面 而且這個籠包 你又不敢去戳破它 也不敢擠 其實那個耗的這個還好 我們有兩個病人 因為這樣子差點就送命了 還好我們完全犯分錯誤 我有個病人 他就是肝癌 因為肝癌知道 比較末期的肝癌 有一種叫做不要把藥物可以吃 正常來講 一天是要吃四顆 那病人就講 那吃兩顆吃兩個禮拜之後 我就看他來 因為大部分就是肚子會不會痛 手會不會脫皮 我就看他手非常好 我就問他說 那你肚子會不會痛 他說吃兩顆吃兩個禮拜 他說還好 一點點而已 就讓我誤判了 我以為他這病人 對這個藥物的耐受性非常強 非常好 我就說那我可以吃三顆或四顆 我就說那你直接加四顆好了 因為他病情有點嚴重 我說你吃兩顆完全沒事 那我直接幫你跳四顆 他也說好 我就說你這藥一定要一直吃 我還先跟他講 我說你不要當作那個藥 整個肝癌症的失控 你就再也沒有藥物可以吃了 或是你這樣有一餐 每一餐的有沒有 當他肝癌對這個藥物有耐受性 就再吃膏也沒有用了 他這一次回去他就嚇到了 因為他其實前面都沒有按時吃 所以他沒有脫皮膚 因為根本沒有吃 他是因為根本沒有吃 他有時候吃一顆 有時候吃兩顆 有時候還忘記吃 一整天忘記吃 可是他被我第二 第二個禮拜之後這樣一下 他就想說 哇 這是醫生給我四顆 我一定要趕快按時吃 不然的話 萬一真的怎麼樣怎麼辦 結果一吃大問題 整個腸子痛得要痛得要 脫皮都非常厲害 差點半夜真的死掉 被送到急診室 那麼嚴重 對 我去半夜 急診室看到 我就覺得非常訝異 為什麼你才剛開始吃四顆 才不到一個禮拜 你就這麼的嚴重 而且你之前吃兩顆 不是非常好嗎 他還跟我講說 其實前面有時候一顆有時候兩顆 我臉都發青 你這樣子 這真的就是有點 非常非常的危險 所以我才說 有時候你沒有跟我們老實講 我們有時候真的很難去判斷 藥物要怎麼使用 有時候你騙你 有時候其實害到是你自己 對 所以在看診的時候 其實這些都是要講清楚的 還有第六個 有的時候 不是他想要隱瞞 是他講不清楚哪裡不舒服 譬如說小朋友肚子痛 他這一圈哪裡不舒服 他都是肚子痛 他腹脹也是便秘 都是肚子痛 所以我兒子以前 就常常講肚子痛 所以我們也就習以為常 因為他有時候 不想做什麼的時候 他也說他肚子痛 所以有一天晚上 他就說他肚子痛 然後我們大家也都覺得 你常常講肚子 他吃完飯不想寫功課 他就說肚子痛 我要常常吃 還有肚子痛 所以我們大家都就忽略 我們自己就知道了 就說好 肚子痛 那你休息半小時 半小時之後我們就寫功課 我們也就不理他 然後結果他那天是 一直就在那邊痛一次 他是好像看起來有點認真的痛了 臉色也變 開始流汗 然後他就一直捂著肚子 到最後已經痛到 歪在沙發上不起來了 然後我們才覺得 好像真的是肚子痛 我說肚子痛 那要去醫院打針 因為講話打針 你講話打針 他馬上就說 我休息五分鐘 我就去練琴 然後可是那天我就說 肚子痛要去醫院打針 他就說好 我要去醫院了 你就知道嚴重了 對 我就知道嚴重 我就帶他去急診 然後到了急診室 當然醫生幫他診斷的時候 就是這樣嘛 痛嗎 痛 痛嗎 痛 痛嗎 痛 這裡痛嗎 痛 這裡痛嗎 痛 就這一圈都痛 那醫生就也沒有辦法 到最後就一直 我忘記是肚臍下多少 就一直在喬說 那這個地方痛嗎 就一再的確診 問他這個地方痛 然後我兒子都說痛 他就 後來醫生就說 我們判斷可能是盲腸炎 那醫生說 現在開刀的醫生 正好在開刀 然後可能要等這個醫生 下手術台之後 由他再來判斷 然後我們就去開刀 然後我們就說好啊 那我們這段時間 這麼痛怎麼辦 他就說那你就在急診室 休息一下 那我們就哄他嘛 他就很痛很痛 他真的是痛到沒有力氣 我們就哄他 就抱他 然後他就被我們哄一哄 就哄睡著了 然後等他睡一睡 醫生那個醫生開完刀下來 就來看說睡著了 然後我們說對啊 醫生說這麼痛 可以痛到睡著嗎 然後我們說 那醫生說那再等一下 把他叫醒 叫醒好 就把我兒子叫醒 叫醒的時候 醫生就在碰他說 痛嗎 他說不痛 不痛 所以不用開了 就不痛 後來就不開了 所以如果在那個當下 就立刻推進手術室去割的話 可能盲腸就被割掉了 所以小朋友睡醒 他到底是為什麼呢 你現在還不知道對不對 我現在都不知道 就是起來怎麼敲他也就不痛 他說一點點痛 然後再反覆敲再反覆說 如果真的痛我們要去開刀 他就說那我不痛了 我們常常有時候 也要看三歲 四歲 五歲的小朋友 他們真的都不會表達 而且他們痛起來 他們就默默他都在叫痛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在 問他會不會痛的時候 我們是不會問他的 我是偷偷壓 看他臉上的反應 如果他會痛 他就會 他會這樣彈起來 他如果真的是不會痛 他就比較不會痛的地方 他就比較不會有反應 他也不會哭 可是等你問他的時候 他會每個地方都在叫痛 因為他告訴你他很嚴重 另外就是我們對小孩子 我們比較不會說壓一壓 就叫他去開刀 我們最後還是會做個 影像學的檢查 因為我們覺得那個 對病人而言 或對小朋友而言 還有對我們醫生而言 本身都很有保障 不然我看出來不是 當然通常家屬是沒辦法接受 我們家小朋友他有一次頭痛 他就說媽咪 我頭髮痛 所以他沒有辦法表達 就問題很多 我們到了診間之後 因為你知道小朋友 通常是一個鬧的時候 整個就開始哭了對不對 常常有這種狀況 對 這個在我們去幼稚園 打預防針 最明顯 通常一班裡面 如果前一兩個打的不會哭 後面一整班都很順 只要前一兩個一哭了 後面沒打的 跟著就開始掉人了 那我們就來考考兩個媽媽好了 我們小朋友一定要打預防針 我們這邊準備了一個撞寶寶 來 皓如 你先好了 像我們如果說打針嗎 你打針 打針 你比方說帶他去看診好了 這是你們家寶寶 醫生在這兒嘛 對 你怎麼抱他 你會怎麼抱他 這麼粗辱啊 寶寶 你怎麼這麼大意思啊 他有馬上拍手這樣 還有有點在鼓勵我的樣子 我就想說幹嘛 他說對 我就是膽結石 其實我超音波上禮拜已經做過了 我就是膽結石 他是不是來考你 他就說只要我講對 他就讓我開 這什麼東西 通常現在打預防針 我就是會這樣子面對醫生 要抱著面對醫生 因為現在預防針都是打這個大腿 對 所以你就是這樣下來 然後你要把他的手這樣子 壓住 要把他的手夾住 不然他會掙扎 掙扎就會打歪 然後就看醫生是不是要打這隻腿 打這隻腿的話 你的腳也要幫他這樣子壓著 通常醫生就會一打針 然後也順便壓著他的腳 不然的話他就是會這樣踹醫生 會這樣踹 然後這兩隻腳就會這樣打醫生 所以通常如果醫生沒有手的話 他會希望有另外一個家屬 或是護理師 幫他再把兩腳壓著 然後媽媽抱著他的時候 就是壓著手 我覺得妳跟孩子的關係 沒有那麼親密 怎麼說呢 我跟妳說 真的感情好的褲子 是怎麼打針的 妳該不會把他抱著像妳自己吧 好 我來再給妳 給妳這隻大寶寶 好 大寶寶 我跟妳說 通常呢 妳把他這樣抱 他看不到你 他都只會看得到醫生和護士 就緊張了 緊張 所以妳要把他這樣抱 讓他的腿胯坐在妳的身上 所以我把他貼在我的胸上的時候 我就會說 妳不是最喜歡聞媽媽的味道嗎 聞聞看媽媽今天香不香 他就會在那邊就是 那妳或者妳跟媽媽講 妳打完針之後想要去買什麼禮物 妳想要買什麼 妳就一直跟他講話 其實是分散他的 分散注意力 妳有時候講一講...的時候 醫生護士的針就打下去 他也看不到護士走過來 也看不到醫生走過來 然後一不小心就打下去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怕痛 只是害怕醫生和護士 他們看到護士和醫師 他們就開始 他們的哭是因為醫生和護士 所以妳跟他講一講之後 一不小心扎下去 打完了 我說打完了 他自己都覺得打完了嗎 我說妳好怕 好勇敢 他就很開心 所以劉醫師是兩個媽媽 他們的表現到底對不對 其實相較之下 他大概雨泥的表現 稍微的比較好一點 對 確實是這樣子 我們還是希望說分散寶寶的注意力 但是我們目前比較喜歡的方式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 當然就是一開始那個浩如 浩如就是讓他這樣子 確實會有雨泥講的問題 就是他很容易看到醫生護士就緊張 對 而且這樣踹醫生很危險 並不是醫生會怕痛 而是因為在打針的時候 外面他亂踹 就是有時候針 歪掉 對 歪掉其實滿危險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可是雨泥的話 就是他讓他整個背對也OK 但是我們現在比較喜歡的 是讓他就是側坐 側邊 然後就是很像吳尾熊 在抱媽媽的那種感覺有沒有 譬如說假設他是要打這隻腿 我們就是把他的這隻手 然後夾在我們的媽媽的腋下 腋下 然後這隻手 側抱他 對 側抱他 然後這隻手其實基本上 他是可以抱他另外一隻手的 可是因為他比較聚音 所以比較困難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不要讓他亂踹 然後再來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他夾在你的兩隻 對 兩腳中間 這樣基本上他就不能動了 控制他的四肢 對 這樣也不需要旁人的幫忙 那直接就打 然後我要補充一點 剛剛雨泥有講到說 有一句話真的不要太常 對小朋友講就是 你不乖 我要帶你到醫院去打針 通常怕打針的小孩 都是因為從小聽這句話 真的 他醫生惹魔化 對 還有打完針 媽媽會跟小孩說 你看護士壞壞了 對 你看醫生壞壞 然後我們都會中 都會中 都會看醫生這樣子 真的 所以小孩會這麼害怕 原來是媽媽照真的 那小豬姐妳就遇過 美人姐的小孩 她就是自己可以把自己的病情 描述得很好 是 美人姐的 她的雙胞胎 那一堆雙胞胎真的非常可愛 從小呢 很小很小的時候 因為Max她就有過敏 然後常常感冒 Mina跟Max兩個常常感冒 因此他們來看醫生的時候 他們從來 我沒看過美人姐 或是說她的爸爸抱著她 抱著孩子 然後跟醫生講述病情 通常都是他們兩個自己講 而且通常都是Max 因為他是哥哥 然後他就會告訴醫師 醫師 我今天我不舒服 他可能我這裡痛 他會用紙的 因為很小 然後我這邊也不舒服 然後我這邊也不舒服 他就 他不會講說那個是痛 或是鼻塞或是什麼 可是他都會自己描述 然後之後我們醫師再問他說 那你有沒有咳嗽 他還會煞有其事的思考一下就 有 就是這樣子 就非常可愛 對 那像Mina的話 他就 因為是妹妹嘛 就比較害羞一點 他就是會哭 就是我很不舒服 我全身都很不舒服 你知道嗎 反正就是不舒服 然後就哭了 但是他還是表達了 我覺得美人他很棒的就是說 他會在來的路上會跟他講說 你等一下一定要自己告訴醫師 因為媽媽不是你 所以我不知道你哪裡不舒服 再來第七個是什麼 好 家屬太急切 太關心了 病情都是自己講光光 對 通常這種就是在我們家 一科很多老人家Line 然後就是那個家屬退賴 退輪椅 然後有些老人家就中風失智 又不太會講話 或者是說他講得很慢 他講得很慢 其實就算是叫我們醫生 他還是希望他自己講 但是有些家屬就會在旁邊一直插話 一直講 一直講 這樣子 然後就要表達 表現出他很關心媽媽的樣子 之前也是有一個老奶奶 就是也是被推著進來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 因為他就是也 語言確實是有點問題 因為他中風過 所以他就是一直嗨嗨嗨這樣子 就是一直哀哀叫 然後哀哀叫的時候 我就當然要問他說 奶奶 你是哪裡不舒服 然後我就看到老奶奶 就是要說話了 但是他就是很慢 所以他說不太出來的時候 然後旁邊的女兒就說 我跟你講醫生他就是腳痛 他就是膝蓋痛 他一直牙就是膝蓋痛 他膝蓋痛他就會嗨嗨叫 所以你就是開止痛 要給我們回家 就是給他吃就好了 然後我就 可是我還是要問他 我要問清楚一點 然後奶奶我就問老奶奶說 奶奶哪裡不舒服 然後他這時候就用直的 他覺得他講話很慢 他就說他就比肚子 所以根本不是什麼腳痛 然後後來就覺得 他就比他的下腹 然後奶奶幫他驗個尿 發現他是那個泌尿道的感染 他根本不是什麼腳痛 所以其實有時候就是 家屬太急切了 然後來就是琵琶 想要跟醫生講什麼 但其實都不是奶奶主要的問題 所以大部分時候 不管是老人還是小孩 包含像剛剛小叔姐講的 就是小孩我們也希望 他可以自己表達他不舒服的地方 好 第八點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有些事情沒有跟醫師講清楚 原因居然是 想要考醫師看醫師強不強 其實有些病人 真的我覺得還滿無聊的 因為有時候你抽的訊息 給我們越多 其實我們有時候 可以辦的問題診斷的更準 病人就真的很無聊 一個病人師幾次 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就說他上腹會痛 他上腹會痛 我當然要問他 你是吃完飯之後會痛 還是吃飯前會痛 你半夜還會不會痛 或是你痛的時候在做什麼 你做了什麼東西之後 你會比較不痛 我們都要問清楚 他也 我問他也都會講 講完之後我就說 你的症狀聽起來有點像膽結石 不然我們來排個肝臟超音波 看一下好了 我說 他就問我說 那需要做胃鏡嗎 我說我覺得你的症狀 是膽結石的機率大概80% 所以我覺得先做超音波就好 如果超音波有的話 應該可以直接開刀 他就馬上拍手 我這樣 拍手 還有 有點在鼓勵我的樣子 我就想說幹嘛 講是不錯 對 他說 對 我就是膽結石 其實我超音波上禮拜 已經做過了 我就是膽結石 他是不是來討你 他就說只要我講對 他就讓我開 這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會不會太無聊 把你當算命的人 對 我覺得有需要這樣子嗎 很無聊 你就直接跟我講說 我的症狀怎樣怎樣 我上禮拜做過是膽結石 那我還想要問你質詢一下 是不是就是要開刀 這樣不就很好嗎 幹嘛浪費大家的時間 看診的時間就這麼長而已 黃金5分鐘 有的時候還不到了 所以這樣聽起來 好像真的是要想清楚 再去就診 你們會準備嗎 可是我覺得5分鐘 真的對於我們掛一些專科來說 不夠 太久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兒子也是過敏體質 然後他以前就是 他是呼吸道 然後他就咳嗽 流鼻血什麼 我們以前都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所以我們都去看診所 可是他那個症狀後來到 有一點鼻竇炎 那時候我不知道是鼻竇炎 他就是流鼻血流得很嚴重 是頭低下來血一直流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要帶他去看一個過敏專科 很有名的醫生的過敏專科 所以這一定是個名醫 一定非常仔細 然後我又再看我前面那一個 好 進去之後 他大概講了20到25分鐘才出來 所以醫生一定幫他診斷得非常仔細 所以我就想說我不用準備什麼 因為醫生會給我那麼長的時間 我們來慢慢剖析他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就進去了 進去之後 醫生一樣嘛 就一邊打字嘛 眼睛也不太會看你 就一邊打字 小朋友什麼症狀 我說過敏 過敏去驗個過敏源 然後我們就趕快去驗個過敏源回來 然後過敏那個鼻竇炎 他就是有後來做一些診察 鼻竇炎 我跟你講 就是因為什麼...再處理就好了 然後我開些藥 抗阻止癌什麼的 好了 出去 所以... 人家看二 三十分妳看多久 對 他跟我講話大概五分 真的五分鐘都不到 他就說就是過敏體質啊 那後來因為過敏體質 引發了鼻竇炎啊 所以現在如果你不想要電燒的話 你就吃藥啊 就這樣而已 就是這樣 完全...那跟我在診所聽到的答案 沒有什麼差別啊 一樣啊 你要去開刀 或者你不開刀 你自己去選擇 這是要怪他 還是怪醫師啊 我們醫生 扣掉我們醫生 要回答你問題的時間 再扣掉我們打電腦的時間 其實你大概剩下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所以這兩分鐘很飽 所以兩分鐘你要好好地講啊 你不要講一下耳朵不大的問題 但是一進去就開始講說 我以前怎樣... 不是說半小時會退燒 結果還沒有退燒 我到底要加量 還是改那個酸劑 那個時候你自己很難判斷 又不是每個人都有 黃聰明醫師的LINE 這是要怪他還是怪醫師啊 這其實應該互相都有責任 期待太高 對 你期待太高 因為其實你想想看 你門診能夠做哪些事情 因為我們醫生也過得很辛苦 你總要讓我看看 不是每個醫生 他一整個早上都掛了八九十個 其實大部分人 一個晚上 早上能夠看三十個就差不多了 你三十個的話 一個整個才三個小時 平均一小時要看十個 所以一個人平均只有分到六分鐘 我們醫生扣掉我們醫生 要回答你問題的時間 再扣掉我們打電腦的時間 其實你大概剩下兩分鐘左右的時間 所以這兩分鐘很飽 所以兩分鐘你要好好地講 你不要講一下 你一進去就開始講說 我以前怎樣... 事實上你要看的是現在的你 你不是叫我去治以前的你 所以你要把你現在怎樣 先講出來 你現在怎樣 比如說你現在來 你這是主宿是哪裡不舒服 你講完之後我們就會問說 那有一些毛病可能是相關的 可能是相關的 我們就直接問說 那你有沒有其他怎樣... 讓我們來告訴你說 我們還要知道哪些資訊 你慢慢地回答 你不要到時候說這兩分鐘用完了 結果都在講以前的事情 反而現在毛病都沒講清楚 那你當然 效果就可能不會很好 所以到底這黃金兩分鐘 我現在看起來不是五分耶 兩分鐘耶 黃金兩分鐘我們要怎麼樣運用 對我們自己才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療 我覺得病患去看醫師之前 我覺得應該要做好準備 也就是說其實應該有做筆記的習慣 那例如就是說 其實我們以頭痛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去看醫師 那頭痛有很多的原因 甚至於不明原因 因此呢就是說 我們會告訴醫師頻率 比如說我多久痛一次 或我第一次痛的時間 然後每天痛幾次 一次我痛多長的時間 那再來呢就是說 自己先想好 自己先把它記下來 第二就是說在家族死 可能醫師也會問 可是呢就是說 例如就是說 我媽媽有頭痛的狀況 我也有這種頭痛的狀況 那是不是有可能會遺傳 或是有什麼高血壓的狀況 再來就是說藥物死 那我最近有沒有服用過什麼藥 比如說我最近頭痛 我們去看過什麼醫師 那我有沒有吃什麼止痛藥 再來說疼痛感的描述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你頭痛 你整個頭的範圍有多大 所以呢是不是偏頭痛 然後是脹的痛 刺的痛 甚至於是不是有人敲打的那種痛 然後呢在疼痛的程度 有多強 哪裡最痛 就是頭的哪一個部位 頭的哪個部位 那其他在一些紀錄的話 可能就是說你頭痛之後 你某些的活動 或是食物或是環境有關 然後呢是不是有其他的 健康的問題 就舉個例子 我大概上個禮拜我也是頭痛 我已經很久沒有頭痛 那我覺得我最近工作壓力也還好 可是怎麼會痛到 我就幾乎我就吃了兩顆的止痛藥 後來呢我就還是去看醫師 因為我忍不住了 我就去看了我們嘉義科的醫師 他就說小豬姐 你是不是最近壓力很大什麼 因為他也會幫我猜猜看 到底怎麼回事 後來我就自己很認真的想了一下 我要去之前 我就有自己先想好 原來呢我就有個小電扇 因為太熱了 所以那因為我先生 他就比較不愛吹冷氣 所以那個小電扇就我自己獨享 我就放在我的床頭前面 然後吹...就對著我的腦袋這樣吹 吹了一個晚上 就早上起來呢 就那個頭痛到不行 痛到想吐 後來呢我就認真的想一下 我覺得是那把小電扇創的禍 結果告訴醫師 因為偷喝酒不敢講 這倒沒有 這次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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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就把這個描述給醫師 聽了之後 醫師就給我稍微強一點的止痛藥 結果其實我一天就好了 醫師不會知道你為什麼會痛 所以你要自己去把它找出原因來 然後醫師再給你對症一下 浩如 妳說 妳自己倒是會做準備 我是會做準備的 譬如說我有吃過什麼止痛藥 即使是在康室沒買的什麼開 我都會帶去給醫生看 我有吃這樣子的止痛藥 或者是我在上一家醫院看的 看沒有好 然後我轉診去另外一家 我就會把上一家的那個帶著 藥單也會帶著 我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想要醫生給我開重複的藥 再浪費一次 我就掛耗費跟時間 我不是要讓他讓我看 我是想說這些藥 妳就不要再開了 這些藥已經沒有用 我才來看妳的 很好的習慣 真的 真的 我們會喜歡這種病人 對啊 就是妳要對自己的症狀 有多一點的掌握 我們通常希望妳精準 就描述得精準 然後簡潔二藥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像剛剛姜艾斯講兩分鐘 我有時候問一個患者說 妳哪裡痛 他可能說肚子痛 問他那痛多久了 他說很久了 我說很久是多久 就大概就很久了 然後所以很久是幾個月嗎 還是幾年 沒有啦 大概一兩個禮拜這樣子 你看這樣來來回回 就已經佔了很多時間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會希望 妳寫一個小妹妹單 然後我什麼地方不舒服 然後大概多久了 什麼時候比較容易發生 這一些的把它具體的寫出來 就像我們有時候 女生去超級市場買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寫的話 你會什麼東西都亂買 沒有寫的 沒有寫的話 沒有寫的話其實會比較 在看診的時候會是比較有效率 可是我可以建議大家 如果大家是心理像雨妮那樣子 很想要醫生幫你分析 你家裡的環境 現在有很多醫院的 很多醫生都有開VIP的門診 大家其實可以 如果有經濟能力 那你那個進去可以聊超多的 你跟你老公什麼感情不好 你都可以跟他聊 那你會從你家的床單 到你家窗戶多久洗 他都會幫你解決 比方說過敏 你就可以去找一些問題出來 你要有那種期待 你就要去那種門診 不然你有壓力 我們也有壓力 因為你在裡面大概半小時 其實我們對下個病人 很不好意思 我們壓力也很大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 黃金兩分鐘 嗅一下就過去了 這個時候 我們如果有忘了問的 或者回家之後有點 覺得這個藥要怎麼吃了 我忘記了 回家之後才想起來 怎麼辦 我們再去掛一次號嗎 緩不忌急 其實像我們醫院有很多的救濟的方式 就是說 其實你很多人會再打電話到藥局去問 這個是最常見的 就是或者是打電話到門診來問 有時候門診的小姐 也會再把你那個病例號調出來 你哪邊的話會再講一次 但是其實我們不希望的是 就是 還是如果你還沒有離開醫院 你是可以當場問 但是你當場問的時候 你不要那麼的沒耐心 因為我們常常 當場問很多人就敲敲門 直接推門進來 就推門進來 而且有時候他們會一直敲 他們怕你好像以為你聽不到 其實我們已經在跟另外一個病人 在解釋病情 你在那邊一直敲 其實常常會打斷我們 而且他們進來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有些病人很奇怪 就是你當場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就問清楚 像我們很多病人 他是開舉部麻醉的刀 我們都跟他講說 你這個刀是不用禁食的 就是說 你可以吃東西 你可以吃東西 你不用像那個一般人 要禁食八小時才開開 不用 你可以吃東西 可是很多病人出去之後 又再上來問一次說 又再上來問起來說 他一定要問醫生 因為小姐講他還不信 他就說 醫生所以我這個可以吃東西 我說對啊 我不是跟你說你這舉部麻醉可以吃東西 所以我麵也可以吃飯也可以吃 我說我所謂的吃東西就是 你吃什麼都可以 對 我就想想 其實在當下他也問過一次了 可是他出去他又要再確定 所以我說如果你真的這麼的 不能夠確定的話 你就當下問我三次好了 你不要一出去那邊 又進來又一直問一問 其實都問一樣的問題 有些人是回到家之後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其實打電話到藥局 比如說你藥不會使用有沒有 你就打電話到藥局 如果說你真的是對我們 平常一些真的解釋的誤會 你可以打電話去問我們 那個門診的小姐 大部分也都可以解決掉 常常這種問題都發生在小孩子身上 你回頭想要問問題 因為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的症狀是怎樣 要怎麼處理 像以前小孩還小的時候 醫生開了退燒藥 或開了什麼腸胃藥 結果你這邊藥材剛餵進去 不到半小時他就吐了 所以我們的問題常常是來自 怎麼辦 他在家裡把藥吐了 那我現在是接著要餵藥 還是如果再餵一次 會不會藥的量又重複了 其實通常會問小孩子的問題 或者是他吃了退燒藥之後 不是說半小時會退燒 結果還沒有退燒 我到底要加量還是改那個酸劑 那個時候你自己很難判斷 又不是每個人都有 黃崇明醫師的LINE 對 公布... 公布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覺得如果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的話 就是像剛剛江陽師講的 就是打電話或者是 如果離開醫院了 就是打電話回來詢問 打電話到哪裡啊 打電話 其實醫院裡面都是會有一些 服務的電話 比如說你是用藥的話 你就是打到藥局 剛剛醫師沒講清楚的 其實護理人員就是 因為現在都是電腦的時代 他很快可以再查 但是除了剛剛這些之外 就是說我們一定還是把它都想好 其實醫師雖然就是說 雖然只有兩分鐘 但是你真的過長了也不會怎麼樣 頂多醫師也是延遲瞎 瞎整而已 而且要是還沒問到兩分鐘 我還是繼續追 但是呢 我可能要提醒一下 剛剛皓如說的 VIP的門診固然很好 可是他的費用也是很高的 所以一定要有那個預算 才能夠去掛那個門診 我補充一下 其實一般會有三個窗口 就好像皓如你講的說 藥要不要再吃 其實一般就打電話到藥局去 你打電話我們總機 不管是什麼問題 如果是藥物的問題 他其實就會把你轉到藥局去 如果你是手術的問題 其實我們也是會轉到手術房子 比如說你不曉得 你的宿前要準備哪些東西 要帶哪些東西 你就打電話要手術房子去問就好 如果你是麻醉的問題的話 我們也會轉到麻醉科 對 什麼時候才能找到你呢 要請看什麼賣 真的嗎 聽說嗎 我就是在你啊 所以有這些管道 大家可以再打電話去問 就診的時候 大家都希望可以解決病痛 所以重點是 你自己最清楚自己痛在哪裡 痛多久了 來做好準備去看診黃金 兩分鐘到五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一時幫你找到問題 然後可以讓你快快樂樂的回家囉 下次我們在手術健康2.0囉 Bye Bye